歐盟徵收關稅在職,中共態度突轉 受到俄國牽連白俄羅斯遭歐盟制裁 南韓說疑似北韓高音速導彈在空中爆炸 研究說中共金磚國家去美元化未取得進展 呂特被任命為北約秘書長,他說北約是安全基石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儀,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7日,星期四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距離歐盟對中國入口電動車加徵額外關稅 只剩下一個星期時,中共突然提出建議 準備將歐盟大排輛汽車的入口關稅下調 並提供一些補貼,試圖作出最後努力 美國財富雜誌認為,這一進展顯示在美中關係 日趨緊繃的情況下,中共顯然對 開闢與歐盟這個西方強大經濟聯合體的一條新戰線 令自己陷入兩線作戰當中的嚴重局面感到有點恐慌 彭博社從消息人士那裡得知 中共商務部長黃文濤在週末會見德國副總理 兼經濟部長哈貝克時 提出要下調對歐盟汽車的入口關稅的建議 想說服德國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讓歐盟改變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加徵高額關稅的決定 歐盟委員會12日宣布,歐盟對中國入口電動汽車的關稅 將提高至27%,最高近50%,預計新關稅將從7月4日起生效 北京隨即表示要對歐盟進行反制,並宣布對歐盟出口到中國的豬肉 展開反傾銷調查,中央言說要對歐洲大排量汽車 加徵25%的入口關稅,德國的汽車廂他們將首當其衝 但現在中共突然退讓的舉措 與之前撤撤逼人的姿態形成巨大反差 報導認為,無論是優惠也好,還是威脅也霸 中方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促使歐盟放棄對中國電動汽車 加徵臨時關稅的計劃。電動汽車是習近平確定的 中國出口結構從廉價商品轉向高負價值產品的一個重點產品 美國市場在拜登政府宣布對中國電動汽車 加徵100%關稅後已經基本上向中國關閉了 如果再失去歐洲市場,這對中國電動汽車來說 無疑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1月至4月,中國的電動汽車有37%出口到了歐洲 在星期一,加拿大亦表示正在考慮向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 另外,被譽為國際投資大師的巴菲特掌管的哈薩維公司 近日大量減持了比亞迪的股票 這是巴菲特在過去10個月裡第一次大幅減持。 CNN曾報道說,巴菲特這次減持是在中國廉價電動汽車大量出口 在全球多地引起強烈反彈時發生的。 美國、歐盟、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陸續對中國汽車出口 採取了各種限制性措施。 在不到一個月前,華盛頓將對中國入口電動汽車的關稅 提高到100%。一個星期前,歐盟加徵關稅高達38.1% 對比亞迪的關稅提高至27.4%。 布魯塞爾和北京將在這星期 就電動汽車關稅問題展開談判。 中共媒體引述黃文濤的話說,如果歐盟有誠意,中國希望盡快開始談判。 如果歐盟一以孤行,中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自身的利益。 路透社評論說,關稅問題對中國這個18萬億美元經濟體的威脅 要大於對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威脅。 這些關稅都不能抹去中國汽車廠商的價格優勢。 因為中共政府給這些汽車廠商提供了巨大的補貼。 就像比亞迪這樣的汽車企業有的是逃稅的辦法。 它在匈牙利和波蘭等與中共關係良好的歐盟國家建廠製造汽車 就可以規避高壓關稅。 另外,中共對俄羅斯也出現逆轉態度。 據福布斯報導,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多年來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的國家, 比如德國,現在正在急劇轉向, 試圖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中共當時表明要購買俄羅斯天然氣, 並計劃從西伯利亞修建書器管道來輸送這些資源。 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計劃每年輸送5,000萬立方米的天然氣。 但現在中共要求以俄羅斯國內被大額補貼之後的天然氣價格支付, 並且不願意每年承諾購買大量的天然氣。 中共在與俄羅斯的談判中採取強硬的立場, 凸顯了兩國的權力位置變化。 在失去西方經濟支持的情況下, 中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利益變得更加重要。 然而,中共正在與俄羅斯進行經濟上的硬仗, 而俄羅斯卻缺乏足夠的反擊手段。 普京現在明白,中共不會為了幫助其北方輪郭, 而置自身於不利景地。 白俄羅斯傳出協助俄國布置離境核武器消息, 近日遭到歐盟理事會制裁。 6月26日,《綜合媒體》報導指出, 當日在歐盟理事會論籍主席國比利時主辦的會議上, 歐盟國成員國大使同意針對白俄羅斯實施制裁, 以打擊該國在烏克蘭戰爭中協助普京政府的行徑。 歐盟理事會官網在較早時聲明提出了這段制裁。 在此之前,已經有13輪制裁正式實施。 據悉,成員國認為制裁白俄羅斯的一籃子方案將堵住對俄羅斯制裁的漏洞。 同意,這個做法將要求歐盟企業承擔更多責任, 防止產品透過非歐盟國家向俄羅斯出口商品的影響。 直到現在為止,白俄羅斯是第一個因為協助俄羅斯推動烏克蘭戰爭 而遭到連帶制裁的國家。 比利時政府在X平台上發問說, 這項制裁計劃將加強我們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措施打擊規避制裁的行為。 同時,歐盟藉助這項提案針對克里姆林宮最親密的盟友白俄羅斯領導人盧卡申科進行追責打擊。 歐盟指控盧卡申科政府在白俄羅斯為俄國入侵烏克蘭提供了中轉渠道。 同時,當局認為制裁盧卡申科政府將會減少科技產品。 從白俄羅斯轉口將進入俄國的能力, 歐盟譴責白俄羅斯扮演俄國的後門角色, 將歐盟的禁運物資轉口送給莫斯科。 除了均民兩用商品和高科技晶片等設施之外, 包括白俄羅斯甲肥和其他農產品在內的產品, 也遭到歐盟制裁。這是為了增加對白俄羅斯的壓力。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社交媒體X平台上發問說, 我們絕不能容忍白俄羅斯成為俄國規避歐盟制裁的一個通道。 新的制裁計劃會令我們對俄羅斯的制裁更加有效。 南韓軍方表示, 6月26日,軍方偵測到一枚疑似北韓發射的高超音速導彈在飛行中爆炸。 當晚,南韓沿著與北韓有爭議的西部海域邊界進行了實彈演習。 這是自2018年以來,南韓首次在該區域進行演習。 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 北韓導彈在凌晨5.30分左右發射, 在爆炸之前正在飛離北韓東海岸。 據說,導彈碎片散落在距離北韓首都附近發射場250公里外的水裡。 南韓指出,相信該武器是固體燃料高超音速導彈。 南韓告訴記者,這次發射產生的煙霧比正常發射更多, 可能是由於引擎故障導致導彈墜毀。 目前,美國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打擊群正在該地區部署 與南韓和日本進行軍事演習。 在北韓發射高超音速導彈之後, 南韓、美國和日本的高級外交官在三方通話中譴責導彈試射違反了聯合國決議, 並同意在北韓問題上保持密切協調。 在導彈發射失敗的當晚,南韓表示, 北韓連續第三天向南韓方向飛行大型垃圾氣球。 南韓海軍陸戰隊聲明說, 也是在當日南北韓邊境前線島最上的南韓軍隊向北韓西部海域邊界附近的海域發射了290發炮彈和導彈, 以進行定期的射擊演習。 自2021年以來,北韓進行了一系列高超音速導彈試射。 而在沒多久之前,俄國和北韓達成了協議, 雙方聲稱建立了互助合作關係, 並向對方政府提供援助。 美國及其合作夥伴認為,近一段時間以來, 北韓一直在向俄羅斯提供烏克蘭戰爭的常規武器, 以換取軍事技術和經濟支持。 大西洋理事會地緣經濟中心的最新研究顯示, 截至到目前為止,美元仍然是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 無論是替代貨幣歐元還是金磚國家的去美元化行動, 都沒有減少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依賴。 委員會表示,截至2024年5月的12個月內, 中國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新增直接參與者62家, 這令直接參與者總數達到142家, 間接參與者1394家。 中國透過與貿易夥伴的互換額度支持人民幣流動性, 但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存底的佔比從2022年的最高點2.8%下降至2.3%。 同時,美元貨幣目前的走勢反映出至少在中短期內, 美元將保持國際外幣儲備、貿易計價和貨幣交易活動的主導地位。 大西洋理事會的報告說,莫斯科入侵烏克蘭後, 七國集團發達經濟體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在此之後,以中俄為首的金磚國家宣布發展貨幣聯盟, 但該集團在去美元化方面一直未能取得進展。 中共政府私下對其貿易國家推動人民幣交易, 但成果不明顯。 這可能是因為貨幣儲備管理者對中國經濟產生擔憂。 北京對俄羅斯、烏克蘭戰爭的立場以及台海的態度導致風險增高。 更多國際參與者將人民幣視為具有地緣政治風險的貨幣, 並對其進行拋售。 因此,最新的趨勢反映出人民幣的擴張速度遠遠不及外界拋售的速度, 而作為美元替代貨幣的歐元同樣在近期走弱, 一些希望降低風險躺口的投資人轉向了黃金、貴金屬。 報告指出,歐元面臨與美元類似的地緣政治風險, 來自俄羅斯、烏克蘭戰爭以及宏觀經濟等領域的不穩定因素部分, 損害了歐元的國際地位, 導致歐元在國際外匯儲備貨幣中的地位不升反而降。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32個成員國, 週三任命即將卸任的荷蘭總理呂特為北約新任秘書長, 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和美國大選迫在眉睫的關鍵時刻, 將這項職務交給他。 呂特在X平台上的一篇文章中說, 這是一項巨大的榮譽,並將北約描述為我們集體安全的基石。 呂特將與現任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10月1日結束任期之後接任。 斯托爾·騰貝格在社交媒體上說, 我熱烈歡迎北約盟國選擇呂特作為我的繼任者。 呂特是一名真正的跨大西洋主義者, 也是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和凝聚共識者。 我知道我將會將北約交到合適的人手裡。 政壇老將呂特出身於荷蘭海牙, 現年57歲, 他自2010年出任首相以來已經連續四次組建政府, 是荷蘭歷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 或者是川普異議者這項技能, 說服北約國家領袖在呂特身邊團結起來, 北約充滿擔憂地關注, 川普可能將會拿下其第二個總統任期。 二眾所周知, 川普對於美國對北約承諾的看法比較冷淡。 在2018年的北約峰會上, 呂特就國防支出議題, 成功說服川普而廣受讚譽。 呂特最近在2月莫尼哈安全會議上直言 歐洲必須與任何在母池中的人合作, 更加展現出荷蘭人的坦率個性。 他被譽為是一雙安全的首, 有能力帶領北約這個擁有75年歷史的聯盟, 度過動盪時期。 這節新聞就跟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語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